看節目《拿禮品》 觀眾只要留意今集食出健康內容 答對節目結尾的問題 就有機會獲得由Yosemite送出價值$880的痛症治療一次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食出健康 我是食出健康的節目主持人 德秋霞 Vivian 今天非常之開心 可以請到Goria上來和我們說說糖尿病的飲食故技 Goria 我想問一下很多人 一般人會認為糖尿病是否因為我吃得多甜食 所以有糖尿病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因為糖尿病病因最主要是 因為身體內的胰島素分泌不足 令到血糖升高 或是身體內相對於胰島素的反應 未夠理想 或是反應越來越弱 令到胰島素運作不到 所以血糖就會高 跟吃得多甜食是沒有關係的 相反 如果是本身患糖尿病的人士 他們就要控制甜食的份量 怎樣控制呢 基本上都會看回每樣食物含糖質的份量 就是這樣 糖尿病有分一型和二型 其實他們之間的飲食故技有分別嗎 其實基本上的分別不大 因為我們對於處理一型和二型糖尿病來說 我們都會看回他吃每一餐糖質的換算 每餐吃多少份糖質的食物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一型糖尿病的人士 很多時都會打胰島素 有其作用是降低身體的血糖 所以餐與餐之間的小食 都會建議給正餐與正餐之間 避免因為胰島素的影響 而令到病人血糖過低的情況出現 其實現在糖尿病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你遇見過個案最小的幾歲 其實最小的個案 在我見過的個案裡 有個五歲的小朋友 因為他本身在飲食上 有很多高脂或高糖分的小食 例如餐炒 很喜歡吃點心或是包點類的食物 晚上的飲食中 都比較多肉和多汁 例如炆菜式都比較多 所以都會影響血糖的情況 那他是糖尿病一型還是二型 他是糖尿病一型 亦需要打胰島素 但他這麼小 他的家人又怎麼知道他有糖尿病 因為有次他受糖尿病的症状影響 令到他暈眩 所以便要入院 然後找我們去控制血糖的情況 我們會怎樣做呢 即是教他家裡的工人 怎樣去煮菜 教他家人怎樣去看食物標籤 買東西 每餐的糖質換算 或者水果份量的換算 教他怎樣吃 肉類怎樣限制 其實他本身的身形 是否屬於肥胖的身形 其實他也不算 反而還有體重下降的跡象 其實體重下降的跡象 也是一些很典型的 一應糖尿病病人有的情況 其實很多糖尿病患者 覺得自己現在正在吃藥 是否在飲食上可以寬鬆一些呢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我遇過一些長者的個案 他們可能是吃了很多年藥 但一路飲食不控制的話 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例如你可以看一看這個圖 例如你一路吃藥 但飲食不控制 血糖都會繼續升高 都會變成不受控制 會影響眼部 這就是健康的眼 視網膜的情況 你見血管都不是太多 但受血糖高影響 視網膜比較多血管 也會影響 我看到很多黑色一點點 是的 這是視網膜病變 視網膜沒有那麼清 視網膜也會有影響 人類是俗稱的糖尿病 也可以這樣說 其實糖尿病除了視網膜的問題之外 症狀體也會容易膜 容易有白內障的情況 所以糖尿病患者也要定期檢驗一下眼 是的 另外這個呢 另外第二個就是腎臟 你看到右手邊的健康腎臟 血管很正常 另外左手邊的血糖高的情況 令到血管有病變的情況出現 即是黑色的病變 是的 病變的出現 腎功能有影響 可能會容易影響 血壓也會有影響 可能身體也容易水腫 這樣的情況也會有影響 另外第三個呢 第三個方面 右手邊那條血管 就是你看到幾粒脂肪 左手邊那個 因為受到糖尿病的影響 血裏面的脂肪 更容易會黏在血管壁那裡 造成一個我們叫觸氧眼化 令到血管壁越來越窄 容易引發一些心臟病 中風的問題 你也會不會引發到糖尿腳呢 糖尿腳也會的 因為腳部的血液循環比較慢一些 如果身體血糖高的時候 一有一些細菌的侵襲的時候 細菌就會大量繁殖 可以造成 例如腳部有什麼損傷的時候 可能傷口癒合就會比較難些 甚至有些糖尿腳的情況 傷口長時間都不癒合 可能就要腳腳等等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下面這個呢 下面這個呢 就講一個神經細胞的病變 正常的神經細胞都會 神經無端都會 黏著一些肌肉 跟各個細胞有連接 但是受到糖尿病的影響 你看到那個細胞其實都不同了樣的 就是左手邊跟右手邊的細胞 簡直是不同了樣的 那個連結是沒有了 變成可能會容易一些 肌肉有些問題 或者是活動、抽筋等的情況都不出奇 那其實呢 會不會有些什麼 會特別多些建議糖尿病人吃的呢 其實呢 糖尿病人呢 我都鼓勵吃均衡的飲食 可以吃一些高纖維的蔬菜 因為其實纖維都可以 令到身體的血糖 不會上升得那麼快 也不會吸收得那麼快 另外呢 生果其實都可以食用 因為我聽很多公公伯伯都說 糖尿病不能吃生果 其實呢 只要留意每個生果的糖質換算 看看它等於多少份糖質 其實都可以適量進食 不過就要注意 有一些高糖份的生果 這個盤上面那些 有西瓜 香椒 木瓜 還有提子 其實 可不可以吃整條香椒 因為我聽到說 香椒糖份很高 只可以吃半條 一餐 其實 因為我們都會看它的糖質換算 半條香椒就等於一份糖質 一份糖質也等於一匙羹飯的糖質 我們會看它的換算 例如假設去下午茶 要吃一份糖質 那它就可以吃半條香椒 或者不吃香椒 你選一些比較低糖質的生果 例如說 蘋果 你可以吃大概一個小的 加拿雅蘋果 就為之一份糖質 所以留意這些高糖份的水果 例如這個木瓜 一些夏威夷的木瓜 即是最小的 就半個為之一份糖質 西瓜這裏一片為之一份 提子方面 大概四至六粒為之一份 如果中型提子 都要看各個人的情況 可能我們每餐都吃高糖份的水果 可能是食橙 吃奇異果 這些一個小的 都是一份糖質 看換算就可以成用 那榴槤呢 榴槤呢 其實一般會比較高脂肪 亦都糖份高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都不太建議進食 另外菠蘿呢 菠蘿呢 因為它本身是新鮮的菠蘿 還有另外有些是糖浸的菠蘿 灌頭裝 是的 其實灌頭當然我們不太建議 因為它用糖水浸 如果你說新鮮的菠蘿 你切碎大概半杯仔 都可以的 是的 那其實菜方面 那是不是可以無限地吃的 其實你說 譬如一些綠葉的菜 你也可以吃到一碗 這樣都可以的 當然我們要看看煮食方法 如果它是用糖來煮的 或者用甜醬油來炆的 那可能就要留意食量 是的 或者注意避免用一些醬汁去煮一些菜 盡量都是搶 那另一方面 蔬菜方面 特別要留意一些根莖類的蔬菜 就是 譬如有什麼是根莖類的蔬菜 譬如是 一些 薯仔 番薯 芋頭 栗子 或者 譬如說 粟米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高澱粉質的蔬菜 我們是當作澱粉質的 我們都要計算糖質換算 譬如同一餐又有飯 又有粟米 又有芋頭 我們就要看回 如果那餐 譬如是吃五份的 我們就要計算五份糖質 避免是一餐又吃五勁飯 然後再額外吃這些澱粉質豐富的蔬菜 如果那餐又吃飯又吃粟米 那粟米可以吃到多少 粟米大概三分之一條 大概等於一匙羹飯 當然 如果那餐又要吃飯又要吃粟米 你可以減回一匙羹飯 相對於計算糖質換算就可以了 其實我聽到有些人說 粟米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糖分高 但有些人說 用它的酥 用來煲水喝 是會有效去降血糖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粟米酥 或者粟米酥煲水 究竟是否降到血糖呢 西方營養學沒有這方面的認證 不過傳統中醫方面都有這樣的說法 不過從營養學的角度 其實粟米酥本身也沒有什麼糖質 煲水喝也沒有什麼大礙 只不過要留意你 如果粟米酥會不會加冰糖 片糖進去煲呢 或者加什麼進去煲呢 就要注意 其實所有的糖尿病患者 是不是不可以吃甜品 糖水那些 其實都不一定的 只要你懂得選擇 或者量可以限回糖質換算 其實都可以的 例如市面上 如果真的要去街上吃糖水 那吃什麼好呢 例如選擇一些雜果豆腐花 其實都可以的 如果你是自己煲的 可能就煲一些腐竹蛋糖水 變成這些會相對地 糖質比較低 蛋白質比較高 就會對糖尿病的病人就會好一點 還有有些 譬如現時都有一些代糖 是可以熱煮的 熱煮之後沒有變味 都可以使用來作甜品 其實現在 經常聽到人說外面的食物不健康 那糖尿病患者 是否要盡量避免出去吃呢 其實出去吃不是不行的 不過我們要懂得選擇怎樣吃 還有要留意一些飲食陷阱 因為很多時候 例如吃中餐這樣算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多獻汁的菜式 變成高獻汁 獻汁不外乎糖鹽油 變成高獻汁的菜式 往往就會令到糖尿病人士 吸收多了脂肪和糖粉 注意到煮食方法方面 可以選擇一些上湯 清蒸 灼灼 或者烤焗方面的煮食方法 這樣就會好一點 如果他吃沙律那些 是否又要避免不吃呢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放很多醬 那些沙律汁 那是不是要避免吃那些呢 其實沙律汁方面 可以選擇一些檸檬汁 或者酸草汁 做一個沙律的汁料 會比較好一點 那你說譬如 那些蛋黃醬 當然就比較高脂 和糖分相對地高 還有之前我們談的 也說好 其實吃日本的食物都可以 但是呢 你吃魚生吃壽司 那下面那塊飯 但是糖尿病人 不應該吃那麼多澱粉質的食物 其實糖尿病人 當然要限量進食澱粉質的食物 我們要看回 有些人身高體重 營養需求大些 可能要吃相對地多些 但是我們的原則就是定時定量 就不要說一餐吃很多澱粉質的食物 第二餐就吃很少 或者隔很久都不吃澱粉質的食物 我們是以這個原則去做 還有計算一些糖質的換算 每一餐有一個固定的糖質的份量 營養師按個人的需要 給糖質的換算的份量 其實日本菜都可以吃的 就是那些壽司飯 其實我們都會幫他們計算 等於多少份糖質 去計算給他們 小食方面呢 零食那些又可以有什麼選擇 零食方面 其實可以選一些 例如低脂乳酪 脫脂奶 或者無鹽的果仁或者杏仁 或者一些梳打餅 麥餅 這些都很適合一些糖尿病的人士去食用 那糖果那些是否已經不可以進食 其實市面上也有不少的無糖糖 或者sugar free的糖 其實都可以著兩進食 那薯片那些都不好吃了 其實薯片那些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薯片一來它本身是一些 就是由薯片製造 澱粉質比較高 那二來就通常會加了糖 很多的糖分 或者是炸過你 亦都比較高脂肪 都不太建議 可能你要吃一些小食 可能就轉食一些米焗的米餅 或者乾的餅乾 麥餅那類會比較好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都不喜歡吃水果 如果她說我將水果榨汁這樣又行不行 可以代替到呢 其實我們都不太建議 因為你說將水果榨汁對於糖尿病人有什麼影響 第一件事 因為水果汁直接由胃部吸收 水果有纖維量豐富一點 你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吸收 所以上升血糖的幅度和速度都會比較快 第二件事 通常一杯果汁都不只用一個水果 甚至兩個至三個水果去做一杯果汁 相對於一個水果的糖分 量方面就會攝取多了 就會影響血糖的水平 但是喝果汁是否纖維都會少了 纖維一定會少 所以都會建議整個水果吃 如果真的不方便整個蘋果吃 可能有一些小型的水果 譬如藍莓、車梨子、士多啤梨 這些都是一些方便的容易吃的水果 都可以當一個辦公室的食物 因為有時老人家可能已經沒有啞 可能沒有人吃到一個蘋果 即是他都可以選擇吃士多啤梨 都可以的 剛才說不要進食那麼多高澱粉質的食物 你可以提出有甚麼是特別高澱粉質 糖尿病人是儘量不好吃的嗎 你的意思是一些高澱粉質的蔬菜 蔬菜也好 生果也好 怎樣也好 給我一些例子 譬如有些人都很喜歡 用一些高澱粉質的蔬菜煲湯 有些人可能沒有留意 其實湯水也會影響血糖 但如果他不吃渣 就喝湯水也會影響到 看看你煲到多溶 也會看看它煲到多久 例如薯仔煲到溶 薯仔溶在湯裡 當然飯那裏要扣糖質 還有不要喝超過一碗 這個要留意 例如有些百合淮山 這些用料可能都會 澱粉質比較高 你用來煲湯 如果真的煲到溶或栗子 其實也要注意糖質換算 還有不要喝超過一碗 湯料方面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對 聽到有人說不要喝老火湯 或者糖尿病 其實老火湯另一個原因 因為老火湯通常用一些豬骨來煲 豬骨也是比較高脂肪 高脂的食物也不適合糖尿病人士進食 那其實會不會有些什麼水果 會建議糖尿病患者 吃多一點 還有有些什麼水果 是絕對不建議他們吃的 譬如榴槤我就不太建議 或者譬如長者的 可能他吃蕉 他不會吃半隻 可能買蕉的時候 可能買一些皇帝蕉 小隻很多 那些就可以一隻這樣吃 是的 或者是一些 譬如士多啤梨 那些其實都 士多啤梨、車梨子 相對地糖分也都 沒有那麼容易超標 不過要注意 如果小粒的水果 大概四至六粒 一份的糖質 這個都要和每一個人說 糖質的換算 但基本上我們都鼓勵 一個均衡的飲食 盡量多吃不同種類的食物 嗯 其實是不是大約 一粒粒的 例如蕉子 士多啤梨、車梨子 那些都是 總數計四至六粒 其實我們簡單一點 一隻手 即是一柱的水果 大概四至六粒 其實就是一份的糖質 這樣就會容易一些雞 嗯 嗯 那你剛才說了 有些根莖類的蔬菜 那些就不好吃 那有甚麼蔬菜建議 可以吃多一點的呢 其實根莖類的蔬菜 未必是不好吃的 只要計算糖質換算就可以了 是的 另外 譬如一些葉菜類 深綠色的蔬菜 營養都比較豐富一些 都可以多吃的 嗯 它的份量是怎樣的 每一餐要吃到一碗 其實 基本上這樣看 一個健康飲食來說 大概一天 即是全日來說 吃到一碗半至兩碗菜 那盡可能就避免 一餐過 即是吃完兩碗 盡可能就分開 午餐吃一點 夜晚餐吃一點 這樣就會好一點 但是它是煮熟之後 是的 那如果有時候 吃沙律是生的菜 那又是怎樣計算的 都是一樣的 那個份量 生的那些呢 那生的那些 你預算一碗當熟的半碗計算 是的 其實每個蔬菜的種類都不同 但是作為營養師去講 一個大致的健康飲食 都是鼓勵起碼有兩碗蔬菜 那肉類方面 有些什麼肉會建議吃多一點 有些是完全不建議吃的 其實肉類方面 就不是太鼓勵吃一些高脂的肉類 譬如所有連骨的肉類 或者連皮的肉類 所以譬如肉類方面 盡可能就去皮吃 或者譬如平時蒸開排骨的 可能要轉一轉瘦肉 譬如平時煮豬骨湯 或者用骨煮湯的 可能轉做豬腱 瘦肉那些會比較理想一些 基本上瘦肉類 魚、蛋、豆腐 其實都可以食用 那你剛才說連骨 為什麼不可以連骨呢 其實因為連骨的肉類 脂肪都會比較高一些 通常都會有 很快這部分時間又差不多了 很感謝你 Goria上來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關於糖尿餅飲食之間的故技 我們下一部分再見 拜拜